萨迦利 萨迦利亚书第十章 所以众人如羊流离 因无牧人就受苦 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 我必惩罚攻山羊 因我万军之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羊群 就是犹大家 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 仿角石 钉子 征战的功 和一切掌权的 都从他而出 他们必如勇士 在镇上将仇敌 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 他们必征战 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骑马的也必羞愧 我要坚固犹大家 拯救约瑟家 要领他们归回 我要连续他们 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 都因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 以法连人 必如勇士 他们心中畅快 如同喝酒 他们的儿女 必看见而快活 他们的心 必因耶和华喜乐 我要发私声 聚集他们 因我已经救赎他们 他们的人数 必加增 如从前加增一样 我虽然拨散他们 在列国中 他们必在远方 纪念我 他们与儿女 都必存活 且得归回 我必再领他们 出埃及地 招聚他们 出亚树 领他们到 激烈和利巴嫩 这地尚且不够 他们居住 耶和华 必经过苦海 击打海浪 使尼罗河的深处 都枯干 亚树的骄傲 必至卑微 埃及的权柄 必然灭没 我必使他们 倚靠我 得以坚固 一举一动 必奉我的名 这是耶和华说的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